我从00年纪的上交 那么到现在也是经历了 亲眼目睹了和经历了 所有的这些年当中 上交一轮一轮的这样的一种 不断地往前的推进 改革创新也好 它的整个的职业化的发展的道路 所以我自己觉得 在这样的一些重要的 转折的历史时刻 我都能在乐团 以不同的身份 在这个当中一起工作 其实也是一个满荣性的事情 上海对交响乐来说 它是一个源头 那么今年呢 是上海交响乐团建造了140周年 那么正好是建国前 发展了70周年 然后建国以后 继续发展70周年 建国以后70年的发展 真是我们听到了大量的作品 也是见证了说 我们一代一代的这个音乐人 怎么能够做到 把这样的一个 源于西方的艺术品种 很好的跟我们现有的 中国的音乐元素 能够结合起来 这些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觉得拿交响乐这个形式 来讲很多中国故事 而且音乐它又是不具象的 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能够带着别人的想象 能够来体验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 非常好用 所以我们也在布局后面 就是说上交后十年的发展 我觉得线下它是不会灭亡的 因为人需要一个 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一个沟通 但是线上的它的这个量 将会达到一个 空前发展的这个速度 已经在其他行业内 显现的东西 它一定会在音乐行业内显现 它是一个 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 所以这个 这一步我相信 对我们整个 应该说教想 因为还是一个 相对传统的一个行业 所以对这些 相对传统的这一种 表演艺术门类 它既是一个挑战 也是一个巨大的 这个机遇 我希望到了一百五十年的时候 我们回过来看 后十年 后面这十年的发展 我们能够在这个整个布局上 在新一轮上 取得一个非常好的 长组的发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